之前把上春好的那集卖惨的视频删掉 是因为我觉得有明显的逻辑上的漏洞 介于很多人说在我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得到了很多启示 所以我想如果我的内容能够引导一个人 那很有可能也会误导一个人 这就很不好了 所以我有哪里没有说好的 也欢迎大家讨论和执政 谢谢大家 好那前几天新闻上面出现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 能和六年拉菲草媲美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说贵州有个男生和女朋友分手之后 要求女方返还他在恋爱期间的花费 甚至还因此去了派出所报案 那他想要回多少钱 他给了一个数字3422 接着警察也给了一个数字2333 这不是梗 据说当时警察是真的笑了 而别人笑不是因为3422的金额太少 而是这笔钱里面居然还包括了男生的妈妈 给女生包的饺子的费用 他折算了一下每个饺子八毛钱 不知道各位看到这里是什么反应 最初的信息就只有这些 所以当时就有人表示说 这是个非常严谨的男生 也有人说他多谈几次恋爱 他妈就得绞经营税了 还有细心的同学针对细节提出了质疑 八毛钱一个也就算了 主要是你难道还数了别人吃多少个饺子吗 总体而言可以看得到 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理解的 当然公安并没有公布这件事情的细节 是怎么调解和决断的 但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就是 女方还是把这3422块钱给还掉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里 心里面都是 所以今天我想借花献个福 来聊一下关于返还恋爱经费的问题 我之前分析过 普遍来说 一个男生分了手之后 还想着把钱要回来 不外乎三种原因 第一 要么是花钱的时候 他没这个规划 头脑一热就一致千金了 分手了一算 哎呀这么多 亏了 所以打算挽回点损失 第二 要么实在是山穷水尽了 连面子都顾不上 就是想尽办法要搞点钱 第三 就是他真实的目的并不是想要钱 而是认为你分手是伤害了他的感情 要钱只是他宣泄愤怒的一种方式 看什么看 快记啊 但是我们这么一条一条来对比 这个男生又好像三个都不沾 对吧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 果然就看到男生在网上发了一段解释 也是云霞满子了 洋洋洒洒就是一千来字 很多人表示他说的很费劲 看着更费劲 那么就有老夫深情并茂的 为大家朗读一下 谈恋爱的时候 购买了一只猫咪进行抚养 是我用高利贷借钱买的 我只想要回猫咪 是对方先提到房租的事情 他带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男生 到场解决问题 我心里不爽啊 才会怼回去啊 所以这样看就很简单了 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借高利贷买了一只猫和女朋友一起抚养 两个人分手之后都想要这只猫 结果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来到场解决问题 他很生气 于是两个人一来二去就扯到金钱往来 最后也就得出了男生在恋爱中多花了3422块钱这个结论 而随后啊 女生也在网上发出了解释 并且附带了聊天记录 那因为女生说的比较简单 我就直接做总结了啊 他说男方一直在他家赖着步走 不管是要猫还是要钱都是被分手后挽回无果的举动 他愿意返还这个恋爱费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为了把猫留下 就在这两个人先后晒出自己的理由之后 我看到的是啊 也出现了一些来支持男生的声音 然后不出意外的火药位置出来了嘛 但其实综合两边的信息如果都是真实的啊 那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女生想要分手 男生挽回不能在聊天的时候起了一些摩擦 两个人过多过少都有点上头吧 就吵到了钱这件事情上 核心分歧在于这只猫 以至于后来的计算恋爱费用 甚至精确到饺子一个八毛 更像是赌气画感化的结果 怎么说呢 赌气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可以理解 但是把饺子的价格都算进去 多少是少了一点成年人的体面嘛 毕竟这样算下去 一起吃过的饭要不要钱 和我家的水要不要钱 没完没了的 那我想可能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返还恋爱经费这一说 换言之在这个法律层面 什么样的恋爱经费是可以被要回的 那不用担心啊 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 首先是带有结婚目的的赠予 是可以被要回的 假如我送了你一辆车或者一套房 这种比较大金额的东西 而且我们明确的约定过 这些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么赠予就会被视为 附加了结婚这个条件 而如果我们分手了 这个婚没结成 那么这些赠予的目的也就随之落空了 接受财务的一方 应该根据情况适当的返还 第二财礼 这个比较简单 和上面说的类似 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所以婚没结成就可以被追回 第三借款 即便是在恋爱期间 确实有证据证明是借款 法律上就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 所以这个钱也是可以被追回的 就不管是不是谈恋爱 你借钱都得还嘛 除此之外其他的恋爱经费 比如小礼物零星的转账 5201314这种 以及共同的花费 吃饭打车睡觉 法律上一般都是不支持贩还的 很明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法律框架内能够被允许追回的钱款 都是防止有人打着结婚的旗号 不当得利去设定的 至于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迫事 法律管不了也管不着 好这个也是重点啊 那回过来看这两位的事情 FINALLY 女生爽快的把这3400块钱给还给男生了 如果法律确实是支持男生追回这笔钱的话 以我的浅薄之鉴啊 可能会存在两点原因 第一 买猫的钱确实是男生花的 但是买过来之后 两个人并没有明确的约定 这个猫是属于谁的 那么换句话说 就很有可能 我把猫买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养 但是他的归属权 还是我的 我花的钱嘛 你对猫的感情归感情 那归属归归属 第二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有看到这么一条啊 说如果这个恋爱经费 已经严重的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范围 那么法律上也会酌情的去支持返还 就这么说吧 假如我身上一共就100块 我还去借钱 为你买了一个200块的礼物 最后我们分手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会酌情的去做一些调节 而很明显了 这只猫是男生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去买 想必是真的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说到这里啊 我觉得来龙去脉是比较通顺 只是在看完所有的之后 我还是会觉得哪里说不上的有点奇怪 男生说没地方住 于是住到了女生家里 他没有钱买毛 于是去借高利贷 我不做任何主观评价啊 但我认为以上的这两个细节 都指向了一个点 就是这个男生当下的处境并不好 甚至是非常不好 而我一直认为啊 不论男女在经济条件特别差的情况下 去开启一段恋爱是相对比较吃力的 注意我没有说穷人就不配谈恋爱啊 我只是说在条件不好的这个阶段 会相对的吃力 因为谈恋爱这个事 他就是要付出成本的 特别是沉默成本 追求一个人 总需要花点钱时间和精力的 最后没有追到或者分手了 这些东西肯定是很难追讨回来的 就像我并不提倡女生 仅仅因为付出了时间 就去主动的索要分手费 就是在于我认为时间或者说青春吧 也是属于沉默成本 同样男生追女生在女生身上花的钱也是沉默成本 是吧 这类似于你去玩娃娃机 你投了币没抓到娃娃 不能要求别人把你的币给吐出来嘛 所以我对分手后再去问女生把钱要回来的这种行为是持保留态度的啊 我觉得与其去纠结这笔钱能不能追回来 不如早点想想这笔钱要不要花出去 但我相信啊 以上这些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 作为处境非常差的人来说 恐怕都不成立 我自己也是有很穷很穷的时候的 也到兄弟的小出租屋去借住过 两个人挤一张床 除了床有点小 其实还是蛮暖和的 嗯 被子也是不够盖的 不过只要两个人不动来动去 也可以 我和你们说这也干嘛 总之啊 人在艰难的境遇下去谈恋爱 去付出 最后还分手了 就会想 我几乎什么都没了 仅剩的这一点点都给了你 你如果还不能和我走到最后 那我就是真的被白嫖了 这怎么行呢 是吧 损失厌恶就出来了 我之前在视频里讲过的 失去一样已经得到的东西 比起得不到一件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个痛苦程度大约是在二年五倍 就像很多人啊 有钱的时候借出去多少钱 他可能都懒得算 但是一旦穷下来 就四处追涨 就像这个新闻里面的男生 我认为他也未必就是个完全的坏人 只是在他的视角里 我没有自己的家 只能和你住在一起 我也没有钱 宁愿借高利贷 也要和你拥有一只共同的宠物 而你离开我了 我彻底一无所有 那我怎么办呢 这种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和接受沉默成本的 正因为他承担不起 所以他付出了这些 他就要确定得到回报 否则可能就撒磨打滚 当然我肯定不是在为这个男生洗白了 相反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复杂和脆弱 所以我只能给出一个最简单的建议 就是过得很差的时候 真的不太适合去开启一段关系 反过来说 也尽量不要和过得太差 以至于没办法接受沉默成本的人 开启一段关系 不是说他们的本性就很坏 只是他们处在一个相对不好的阶段 当他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了 才更有可能和别人合作 把这段关系相处好 健康的爱 应该是淫于下的自然流动 而不是绝境里的彼此加取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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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